照理这么说你很轻朗 要不这样吧 咱们切磋一下 你要是能赢我 我就办卡了 老板 你看哪 可以啊 点到为止 不要伤的人呀 放心 我不会打成方 来来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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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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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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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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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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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0 2 1 2 明天 怎么样老板 我说你找着人不行吧 怎么着 要不你商量试试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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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哪 像你这样的高手 如果你感兴趣 在我这儿当教练 我可以高薪聘请你怎么样 我没时间 老板 我想试试 姑娘 你是 我是来应聘搏击教练的 怎么样 咱俩比划比划 你这身材走梯胎还行 打架算了吧 要是你有兴趣的话 当我们女朋友 你要是能打赢我 我倒是可以考虑看看 你言为定 妹妹 这小子不好对付 我刚试过的 别赔了夫人又责命了 你也会国籍 说了 我当她女朋友 赢了的话 你给我一份高薪 我这没有问题啊 今天真是邪了门了啊 今天真是邪了门了啊 叫什么名字啊 随便问女孩名字不礼貌 长这么大没人教过你吗 那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 这招我见多了 你不想知道吗 关我屁事 真不想知道 那你有皮快放 长得像我下一个女朋友 打得赢我才说 女孩名字 小伯父 你提个建议啊 说 不管这姑娘赢不赢 都想办法吧 我先看 小 为什么 这姑娘弄手很诡异啊 我敢肯定啊 他人一定是个比我还算人 是吗 看看吧 这小子不是他人 还来不来 再来 呀 走 呀 走 走 我 我走 呀 走 呀 呀 走 哎 兄弟 你都连出了三个回合了 再打可就过分了 知道为什么会输吗 你的协调性和爆发力都相当地惊人 意识也不错 但是一看就是野路子 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啊 打琴家练出来的吧 老板怎么样 我符合你的要求吗 符合 符合 太符合了 您要是愿意留下来当我们的教练 我可以付你两倍的薪水 对了 我可以给你办年薪 怎么样 我当然愿意啊 你忘了 我就是来应聘教练的 太好了 我这就给你办入职登记 对了 我给你办无险一惊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龙丹丹 龙丹丹 老板 给我拜一张你们这儿白金卡 我付双倍的年费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指定龙丹丹 做我的专职教练 那 你们 你叫什么名字 王兴 好 王兴 半年之内 我让你的格斗水平 上升一个档次 那你之前说的还算吗 我之前说的什么 我要是赢了你 做我女朋友 你先打赢我再说 好 大进入金区 我再有个摇子 我现在一定要 那一栗套 在不齐 宝费 那 我 都 是 这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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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